俗话说,秋季的莲藕赛人参,一定要给全家人多吃这些的饺子。 脆嫩多汁,香而不腻。 一口一个,好吃到你念念不忘,喜欢的朋友跟着我的视频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从树上摘上两节新鲜的莲藕。 我们在挑选莲藕的时候,可以选择这种两头封闭的。 泥沙少还没有淤泥,特别地干净洁白。 首先把莲藕的两头切掉。 趁莲藕不注意的时候,刮去外皮。 秋天是莲藕大量上市的季节,莲藕口感脆嫩,营养丰富。 一定要多给家人做来吃,对身体好处非常的多。 先把莲藕切成薄薄的厚片,再切成细丝,最后剁成小碎丁。 加入葱花,一勺小末香油搅拌均匀。 这一步可以锁住莲藕的水分,吃起来口感更香。 准备五块钱猪肉,洗净后剁成细腻的肉馅。 加入一勺老抽上色,一勺生抽提鲜,一勺蚝油,半碗葱姜水。 先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进。 让肉馅吸足水分。 再次加入葱姜水,搅拌均匀。 让肉馅喝饱水分。 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鲜嫩多汁。 打入一个聪明的土鸡蛋,加入鸡蛋可以锁住肉馅的水分。 还可以增加粘性。 加入莲藕丁,下面开始调味。 一勺胡椒粉,一千粒鸡精,一勺食盐,一勺麻辣鲜。 把所有的食材充分地搅搅匀。 营养丰富的莲藕饺子馅就调好了。 看着就好香啊。 准备一张饺子皮,放入一勺饺子馅。 先把饺子皮对折捏合,大拇指用力地按压一下。 一个胖乎乎的手工饺子就包好了。 锅中水烧开以后,开始下饺子。 刚下锅的饺子先不要推动它。 饺子定型以后,用铲子轻轻地推动一下。 水煮沸以后加入半碗凉水。 这样可以让饺子里外都受热均匀。 肉馅的饺子一共要打两次凉水。 把饺子煮熟就可以出锅了。 大人小孩超爱吃的莲藕饺子就做好了。 光是看着孩子们已经馋地流口水了。 我先替大家尝一口。 饺子鲜嫩多汁,满嘴流香,全家人都赞不绝口。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莲藕的鲜脆。 先掉眉毛,还可以蘸点自己喜欢的料汁,味道香极了。 喜欢的朋友,动动你发财的小手。 给我点个赞吧,祝你顺风又顺水,一年四季都发财。